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来看一眼 下单的一个页面呢 实际上是在这个即刻预定里面的booking当中来了 所以呢 咱们也就应该最应的就是booking的这个页面 那在这个booking页面当中 html里面的booking 就是预定 在这里面进行预定的时候 我们说了应该是在这个页面当中 然后呢 当你点这个提交订单按钮的时候呢 要向后端去发送那个订单的数据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那在提交按钮的话 是在这个地方 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给你去提供了一个这样的提交按钮 所以回过后来 咱们在对应的gs里面进行操作 hooking里面的gs 然后呢 我们带你操作的话就是直接 你不是要向进行发送吗 那好了 我们就直接当你去进行点击这个行为的时候呢 要向后端去进行发送请求 所以我们直接给那个提交订单的按钮呢 注册一个unclick的实践 然后呢 紧接下来 当你去点击的时候呢 我要向后端去发送阿扎克斯的请求 去提交订单数据 只不过是说在提交之前的话 我们也得在前端进行一下验证操作 来去看一下 那当前的这个入住时间跟期时间有没有去填写 如果填写的情况下 然后呢 我们再向后端发送数据 然后呢 相对应的还要把这个房屋的ID 期时间跟期时间都拿回来 那房屋ID又从哪来呢 房屋的ID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你无论是从哪个地方 跳上到我的预定页面 那相对应的 是不是就得把那个具体预定的一个房子 你得给我转回来啊 所以在前端还是通过页面连接的方式转过来 转过来之后的话 那我们在咱们的这个里面 是不是就还得是通过什么东西呢 通过在这个解析路径里面 然后拿到房屋ID 拿到房屋ID之后的话 我们再向后端发送请求啊 所以这是关于这样一点操作 所以跟之前都是相似的 然后呢 只不过是说 在这个页面当中 除了去向后端提交数据 有这个接口操作之外 还要有一个就是 进入到这个页面当中 这个地方 是不是还要去展示一下 关于你要预定的那个房子 基本基本信息啊 这里面有房子的图片 还有房屋的这个标题跟价格吧 所以那这个地方呢 也是要向后端去发送一下请求的 应该就是说 在页面一加载好的时候呢 向后端去发送了 这样的请求数据 把房屋的数据拿过来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去复用一下 咱们昨天所去讲过的 关于房屋的基本详情的 那样的一个接口 直接去拿过来数据 拿过来数据呢 直接往过里面填 填完成之后的话 那接下来 你在点击按钮的时候呢 再去提交 所以就是关于这点操作 然后呢 还有相知音的 就是关于一旦提交好之后 这个订单页面 在这个订单页面当中 比如说在我的订单 在我的这个订单页面里面的话 应该是页面一加载好的时候 就要向后端去发送准央啊 所以直接咱们来看一下 orders这个html呢 对应的是 以房客的身份来查询订单 也就是说 查询我下载的订单都有哪些 我们对应的来看一下orders 对应的应该是orders.gs 在orders.gs呢 按照刚才我们所说 就应该是说 当页面一加载好的时候呢 我立即就向后端去发送请求 进行查询 然后呢查询的时候呢 我当前是以房客的身份查询的 查询我下方的订单都有哪些 所以呢 咱们给它拼写一下 这样的条件 在从后端拿到数据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 从后端拿到数据之后 我们把后端返回的数据呢 直接以模板的方式 给你填充到这个页面里面来 order 直接填充到这个页面里面来 所以呢 在这页面当中 我们去挖了这么一个模板而已 所以这是关于这样一点操作 然后呢 这点操作说完了之后的话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个页面当中 还要有一个相对应的 就是如果一个订单 已经完成的情况下 在里面是可以去发表评论呀 对吧 是可以发表评论的 那发表评论又在哪呢 发表评论的话 在页面当中呢 实际上是有一个按钮的 看一下我们在页面当中 这里面有一个发表评论的按钮 然后呢 紧接下来这里面是有一个button的 所以相当于在这里面 你去点击发表评论的时候呢 这里面有确定 也就意味着说 我们要做的工作呢 就是当你去对这个按钮 进行了点击行为的话 我们要把评论数据发送到头端 所以这个地方什么时候有呢 是应该在你的这个订单 已经查询过来之后 我们在他的回调函数里面 接下来继续给他绑定 绑定什么东西呢 就是关于当你去点击了 那个评论的时候 当你在页面当中去点击了 那个model comment 评论的时候呢 我们在这里面给你的点击事件里面 去进行注册 然后呢 我要去把相对应的订单编号取出来 然后评论数据拿过来 拿过来之后 我向后端去发送阿甲克斯的请求 把你所对应的这个评论数据 发送到后端 然后呢 我们再去写一下回调函数 去关于这样点 那除了这个地方之外的话 那还有就是关于 这个以房东的身份查询了 以房东身份查询的话 是哪个页面呢 是Lauders L我们代表是房东 Landload 那个L 所以现在来看一下 那对应的房东的话 也是在Lauders.js 那相同的道理 也是页面一加载好的时候呢 我就要向后端去发送请求 查询一下 属于你的房子订单 都有哪些 所以呢 咱们去查询一下 然后查询之后呢 我们也是把数据拿过来 迁入到模板当中 迁入到模板当中之后的话 然后呢 对于房东来说 在房东里面 我们知道应该是 有可能会有接单 也有可能会有聚单吧 是有这两种情况 那在页面当中呢 都有相对应的两个按钮 如果接单的话 是这个按钮 如果是聚单的话 是这个按钮 所以呢 在页面当中呢 只要给这两个按钮 如果是接单那个按钮的话 我们给你注册一个 当点击的时候的一个行为 然后呢 把阿甲克斯的方式 网站里面去写下 向后端把数据发送过去 如果是聚单的话 model reject 这个按钮当中 然后呢 我们把数据 从页面当中拿回来之后 向后端去发送请求了 所以这是关于这样一点 那这个东西 说完之后的话 我们来去看一眼 相对应的 咱们在后端当中 有保存订单 刚才说过了 还有呢 就是查询用户的订单 以及去接单聚单 还有呢 是保存提供信息 那相对应的 这个几个前端呢 咱们说完了 所以你现在来看一下 这个前端来说 对于我们来说的话 我们可以不用去关心 页面的交互效果 也可以不用去关心 这个页面的样式 咱们最关心的就是 在哪个地方 去补充这样的 阿甲克斯请求 去发请求 是不是可以了 所以这是我们 对于后端人员的 一个最基本的要求了